无论是上升还是太阳相指着,来到农历四月 因为金星和月亮成了一个吉祥 所以你们在农历四月的开头 记住在开头的钱财运会不错 尤其是如果这个好幸是给了一个女人 例如我当你们去见公 那个老闆是女人 他们会有机会请你 或者你之前想问一些女性借钱 然后终于肯借钱 不过我要强调是农历四月的开头 因为正所谓女人真善变 这个吉祥很快会变成一个约相 那你当去到15满月是一个分水嶺 所以在前半个月 你的钱财运尤其是因为女性生起的钱财运是不错 但是过了大概满月 就会立即天殃之别 这件事是无论是双子男女都会应用的 好了 所以记住 如果有一些前财的财运 尤其是财运的女人 麻烦你们立即吵饭 不要跟她讨价还价 不然她到时候 麻烦你 拜拜 你不单止喝不到头淡汤 连汤渣都没得你吃 因为她就很善变 会立即后悔 都是觉得这个机会不给你 OK 所以呢 真是成也宵何 拜也宵何 好 就算我当你真是在她手上得到这个黄金机会 你也要小心 又是满月打吼 那你们的关系 会变得很差 为什么呢 尤其是如果这个机会 真是由一个女人去给你的话 这个女人就会有一点讨厌 她可能会觉得 帮助你之后 她就很厉害 很得意 她是你的大恩人 你要还一条命给她 所以她会有一些比较讨厌的态度 另外要说一声恭喜恭喜 因为农历四月 你们是终于可以成功去 戒掉一些不好的人 例如吸烟 喝酒 嫖倒吹 那些东西 或者是炒股 一些赌博成分的东西 就是你嫖倒吹那些东西 偷家鬼片那些东西 总之尤其是一些 和你原始本能欲望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性上瘾 现在香港好像也挺普遍 都听过这个故事 和一些原始欲望 一些动物的本能 一个身体的享受 或者纯粹很懒 如果你说你没有以上 那些不良嗜好 那就纯粹你很懒 终于是可以撕掉 但是这个过程 其实都是要有一个很强的挣扎 但是最后 你们那个精神的追求 你们对于一个人 要去至尊完善的 那个欲望 是会更加强的 还有更加好的话 就是我不要理 没有了一些 negative 的东西 但是你们会更加是很愿意 追求一些更多 positive 的东西 例如你们今个农历四月 会很狠去写己为人 会有一些很高尚的ideals 是一些放弃自己 撕走自我 而去承传大家 牺牲小我 承传大我 的这些愿望 你会想做一个更加好的人 尤其是如果 这些已经是你一直想达成的目的 所以例如我当 你一直想会不会去助养小朋友 或者甚至会不会 或者有一些宗教的一些 commitment 去出家 去抉治 去受洗 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你们今个农历四月 终于会去做这些 比较慈善 或者一些宗教方面的行为 或者纯粹你们会听到一些 比较哲学的格言 然后忽然之间 有一个很全身的觉悟 对人生里面有一个 完全换言一生的价值观 那这些都是值得去恭喜你的 因为你们是终于可以成为一个 不要说终于 但是你们是可以成为一个 更加好的human being 最后提醒大家 以后的声音post 无论在哪个平台 Facebook, IG, ME, YouTube 都记得要点击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没有财胆 说真的我塔尖南声音 都算是在玄学界里面比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过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占卜师的一己之力 去讲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时我讲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据别人的盘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虽然坊间都真的有占星师 是会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们是根据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强调 星星是有自己运行轨迹 就是我们不应该被人运的力法去影响 所以我才为何是做初一生月 甚至以前有时间会做15门月 但是今天开始 我就决定了为了令我这个星运更加的特别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给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说在我弄完星运那些影片之后 provided 我有时间 我就会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星银行的恒星 但是又要记住 其实因为恒星的角度是触得很紧的 它就未必每一个月 就会对每一个星座造成影响 所以有还是没有 就会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给大家去发掘